华联市公所从9月8号开始1年2天 在筑墙国小举办宇文的竞赛 总共有250位的学生报名来参加宇文会友 而这一次为了要配合防疫的需求 竞赛当中也取消开放家长以及老师的陪考 而市长为家前8号一大早呢 也前往赛场关心参赛选手的比赛情形 并且也勉励所有的工作人员 华联市宇文竞赛从9月8号开始一连两天 在筑墙国小盛大举行 为了配合防疫需求 在今年除了要十连制量测体温酒精消毒 也限制各校只能由两名人员到场陪同 取消开放一般家长陆内陪考 而市长为家前8号一早也前往赛场 关心参赛选手的准备情形 并勉励所有工作人员 那特别要感谢我们在这段时间疫情期间 还能够不断训练孩子们 来参加相关的一个比赛的部分 那我们这次有自音自行 朗读演说 还有我们一些比赛的部分 作文比赛的部分 那我们在演说的部分 有闽南语、客家语、国语、 跟太土格语、阿美族语等 无中语言 那在朗读的部分 是有国语、闽南语、客家语、 阿美族语、太土格语、 布农语、撒基拉语 那有分国小跟国中各个组别 那也谢谢这些尽心尽力 在推动族语的我们每一个学校 我们也希望未来 在主语的部分 在孩子写作部分 在朗语的部分 每一个孩子都能够 有非常好的一个进步 在此花蓮市公所 也会全力的支持每一间学校 那未来 我们也希望这些孩子代表 花蓮市去参加县的比赛 能够拿到优异的成绩 那我想非常感谢 就是市公所长期以来 对教育的一个支持 我们就也配合 办理这样的语文竞赛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语文竞赛最主要是 把小孩子他多年来 他们阅读的一个 推进的一个心得 把它转换成口语 透过本土或国语的部分 来推进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都会一律的给予 最大最大的一个支持 花蓮市这次共有250人 报名参赛 为了确保选手 都能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在作文、写字、字音、字型等比赛 也分为国小及国中组 分场次进行 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而在这次竞赛中脱颖而出的选手 则将在10月中旬代表花蓮市 参加全线国语文竞赛 记者徐丽琴 欢联市报导